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近日警告 持续升级的巴以冲突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中东难民危机 将进一步加剧欧洲内部的紧张关系 他强调 这场冲突可能导致更多的中东难民涌入欧洲 引发反移民人士的抗议 加剧欧洲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支持者之间的对立 米歇尔呼吁立即加强与埃及等部的沟通 以缓解难民可能造成的冲击 他还呼吁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在整个地区开展行动 努力遏制危机 与此同时巴以冲突造成的人造主义危机日益严重 据联合国网站消息 加沙地区已有超过42.3万居民流离失所 另据报道巴以冲突已至双方超过3200人死亡